世界脈动澳洲视角 欢迎收看AMC澳洲留学网路电台 您的第一手Visa新闻平台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Kal 您对澳洲留学移民投资有兴趣吗 欢迎您订阅我们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我们有新的video新的消息 您对第一手取得最新的情报 OK今天的视频我们再回来聊聊技术移民 当然这个因为因应这个新的政府上台以后 就前任政府把很多东西锁死 这个捆龙锁不把它解开 是没有办法让很多policy出来 那当然在我们等待这个policy之前 我这边还是跟大家update很多东西 因为我收到非常多的观众朋友们 留言给我有关技术移民的分数 怎么到底几分几分才会有机会 所以我今天抓这个视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当然如果您对澳洲留学有兴趣的朋友们呢 欢迎您利用我们右下角的这个链接 amecnews.com斜杠studybooking OK里面有个表单填完以后 我们的团队会跟你联系 然后邀约Google me的咨询时间 好我们来聊聊那这个部分 通常都会到技术移民部分 我们技术移民就算分啦 我记得之前我做过非常多的视频 有关澳洲的技术移民怎么算分 怎么得到邀请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去看一下 今天这一集呢 特别就是来聊一下 就说如果我65分 80分跟80分以上 这些分数的差异到底差别在哪里 好那当然我们进到这一个澳洲的官网里面 它有很多的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它 当你按到Eligibility 不管你是用189或190等等都一样 因为它们全部都在算分的 你到这个下面的这边说 Be able to score 65 points 这边有个连结 叫Point Calculator OK 你按进去以后 你可以自己先计算一下 当然我们这边还是提醒一下 所有要做技术移民的朋友们呢 你记得一定要先达到职业鉴定的positive OK你要拿到positive 你才能进到这个职业鉴定 才能知道进到技术移民 所以职业鉴定是技术移民的第一关卡 我们今天是来评论分数的部分 好你按到这个Point Calculator 完了以后 你基本上会跳到这一页 这一页它有分好几种 189、190反正都一样 它们分数算法都一样 唯一差别就是190跟491 州政府的担保加分有差 差5分跟15分 190 5分 491 15分 好 当你进来以后 你可以非常容易的 按照自己能够理解的方式 去计算你的分数 当然最低分要求是65分 这边大家记得 所以它有年龄 语言 还有工作经验等等的 那再加上这个 州政府担保的部分 那我们这边再回来一下 我们跟大家聊一下 好当你算完以后 你大概会知道你的分数在哪里 虽然我们还没有花任何的钱去做任何的申请 但这个时候你就要来技术上策略上 来衡量你的澳洲移民的一个方向 如果 OK 第一个 如果你的分数只拿到差不多差不多在60 65分钟的人 OK 怎么办呢 OK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朋友们 我会建议你一定要考虑去偏远地区 偏远地区包含哪些地方 在昆斯兰的Gold Coast OK 南澳的阿德雷德 OK 然后西澳 西澳比较困难一点 因为西澳 虽然它自 它 澳洲把它归为偏远地区 但是它的要求还是很高 它每一个要被提名都要雅思期 昆斯兰好像也要 但是我们这个新的政策都还没出来 我会比较建议 这样子的朋友们呢 就是南澳 塔斯 还有北领地 这三个区块 你去的话 分数你如果只有60 65分的朋友们 几率会相对比较高 因为周担保他直接就给你5分 或者是491 他会给你15分 那基本上平均来看的话 我个人感觉 我这边的建议就是说 应该7 80%这样的朋友们 一定会走491 因为491给你加15分 OK 所以如果只有60分 你加15分就被17 就变75分了 如果你只有55分加15分 你也有70分了 所以这样子的朋友们 应该会往这个方向走 OK 好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我们来看 这分数来看的话 就基本上是到 这个大概到70 80分那个地方的人 这样子的人会差在哪里 跟65分差别在哪个地方呢 一定差别在英文程度 我们刚刚讲到65分的人呢 一定是英文只刚好密到雅思6 OK 就是Competent English 所以他这边完全没有加分 如果能到70 80分的朋友们 肯定他的英文是到雅思7分的朋友们 OK 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他加10分 所以会跟比刚刚的分数再加上去 OK 那这样子差异会在哪里呢 那为什么我说英文会是一个重点呢 因为其他的东西你不太有可能去变他啦 怎么说 很简单 因为你如果要用工作经验去加分的话 哇 那你还要再等个两三年后 才能加那个分数上去 但是如果英文的话 很容易就可以知道你的差异在哪里了 所以英文好 对于移民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雅思5到7分的朋友们 你大概在70 80分的朋友们 当然你的选择就会比较多 你不完全会fix在491 你有可能会达到190的标准 190的标准如果有雅思7的话 当然西澳你就open up 你有这个机会 昆斯兰的黄金函 你有这个机会 或者是其他地方 只要你有雅思7分的话 昆斯兰和西澳以之前的政策 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当然啦 在这边还是encourage 大家在这个分数的累积上面 还有其他比如说来澳洲读书等等 这些的细节在我们之前的视频上面 也都有分享过 也欢迎大家再去 在我们视频里面搜寻一下 这个技术移民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这样的信息 那最后呢 最后是哪一种人呢 当然他英文程度非常好 那在这两三年当中 蛮多的观众朋友们都有听我们的话 疫情当中没什么事情做 不如就把英文把它补上去吧 再补上去的话呢 你就会到所谓的Superior English 所以你的分数点呢 应该会落在80分以上 如果在80分以上的朋友们 哇 那你的基本的机会 就可以fix到 189独立技术移民 除了190有机会以外 190我相信机会会非常非常之高 189就是直接国家澳洲移民局 来邀请你的机会 也会非常之高 那这两个的差异 跟刚刚的这个70分跟80分以上的人 差异它在哪里呢 如果你有达到Superior English的人的话 你甚至在境外申请 机会都是有 OK 那这边我们刚刚都没有提到境内境外的 如果是80以下的 我个人这边建议一定还是要境内申请 境外可能机会都不太高 因为你要想啊 你还是需要州政府去担保你的话 州政府去担保你会去提名你的话 他当然希望你人 能够已经在这个州这里了 OK 他不希望你人在海外 那我不是说几率不高 还是有可能 但是我会建议 如果那分数一下 应该要在境内申请 如果有达到80分以上的人 境外申请应该几率会比较高 所以anyway 我们今天的视频在讲什么东西呢 当然很简单去了解就是说 分数越高机会越多 那当然你会发现 为什么靠都一直在讲英文英文英文呢 为什么呢 因为英文这边加分是最快的 OK 你你读英文 你如果好好的花时间和精神和effort 把英文在很短的时间 三个月六个月时间内 把它强化上去的话 等于你的移民机会就变高了 OK 那为什么不用工作经验去强化工作经验呢 因为工作经文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强化 你要累积 你今天只有一年的工作经验 你要累积到三年的工作经验 难道你可以在三个月内换 换多余的两年回来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那你如果要去澳洲读书 加澳洲读书分数 对不起 那要读两年 你可以用三个月换两年的读书吗 这impossible 唯一可以加分 在速度最快的时间内 就是英文 而且它分数加的非常之高 一次就是10分 一次就是10分 那这也是最后你取决于在技术移民上面 能够变成一个大赢家的最主要的因素 所以在这边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管放假或是什么时候 当然你可以去累积你的工作经验 不过呢 工作经验加分比较快 还是英文加分比较快 我相信在这个视频当中 我们从65分 80分 80分以上的门槛 再跟大家这样直接来解说完以后 我相信很多人自理心中就有答案了 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再留言给我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